关公战秦琼这个故事讲到这里 必须要给大家一个答案 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 蒙古人给埃及人挖了一个坑 那么埃及人有没有往里面跳呢 双方的大军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相遇了 蒙古军驻叙利亚的总司令 切地不花 按照蒙古人的老规矩 给埃及人下了个套 想把他们引诱到一片乱石林立的河谷地里 展开决战 看到古兔兹率领马穆乳克们 进入了河谷 蒙古人都开心地笑了 战争又进入了他们最习惯的路数 他们将很可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支攻入非洲的东亚军队 不过遗憾的是 命运之神显然不喜欢这个结果 就在埃及苏丹古突兹即将掉入陷阱 全军覆没之际 一个意外发生了 他手下的大将拜尔斯 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 突然决定纵马池上附近的一个山头 然后他就看见了蒙古人给他们准备的战场 切地不花 本来已经听见了敌人密集的马蹄声 甚至看见了敌人的惊奇 可是突然之间 已经开始微微摇动的大地 一下子静止了 然后对面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所有的蒙古人都面面相去 狐狸明明已经看见了幼儿 为什么又会停下来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 马蹄声才再次响起 大地又开始了摇动 但是声音变得越来越远 敌军的旗帜也消失在了河谷里 埃及人居然退了出去 拜尔斯识破了蒙古人的轨迹 制止了古扑兹的禁军 虽然这个结果让蒙古人很失望 可是他们依然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因为埃及人也没有发现 其他的路可以进入谷地 所以如果双方就这么对峙着 埃及人的后勤很快就会出问题 而在蒙古马没把这片草地的草吃完之前 蒙古人就什么也不用担心 因此战上风的 依然是窃地不花 如果埃及人赶进来和他决战 那么马木鲁克们 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 如果埃及人最终被迫撤退 那么蒙古人就可以顺势占领整个巴勒斯坦 下一次就可以去埃及人的家里打仗了 我们今天的历史 可能会完全重写 因为如果伊利汉国攻下了埃及 他就不会像后来一样两面受敌 他和京帐汉国之间的冲突 也就不会那么激烈 他一定会攻下叙利亚 顺势占领今天的整个土耳其 冰封直指希腊和巴尔干半岛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没人知道 但是肯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把后面发生的故事 放在前面来写 也就是这个原因 就在埃及人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十字军突然倒戈了 本来他们和埃及的马木鲁克之间 有着血海深仇 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 那是不共戴天的 所以他们最初主动选择和蒙古人结盟 想要一起对付穆斯林 可是当他们看见蒙古大军滚滚来 离他们越来越近的时候 他们突然感到了有一种唇亡齿寒的风险 如果没有了穆斯林给他们垫背 他们将直接暴露在蒙古人的铁梯之下 所以当埃及人北上的时候 一些地中海沿岸的十字军城邦国家 秘密和埃及人结盟 宣布在穆斯林对蒙古人的战争中 保持中立 而且在今天 以色列境内阿卡城的十字军 还资助了北上的马木鲁克 为他们提供了粮草 不过法国人勒内 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里 也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 十字军之所以会倒向穆斯林 是因为蒙古人统帅切地不花率领300人 占领并洗劫了一座十字军城市西盾 导致双方彻底翻脸 因此 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 十字军从背后捅了蒙古人一刀 他们给了埃及人一个关键信息 埃及人可以绕到卡梅勒山 来到吉阿博山的后山 然后登上临近的莫雷山岗 就可以直接攻击蒙古人 避开他们的圈套 正处于进退两难的马木鲁克军队 接受了十字军的建议 在他们的引导下 绕了一个大圈子 从西北方向进入了耶斯利河谷 1260年9月3日 双方开始了这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大战 今天看历史书最气人的一点 就是学者们总是息怒如今 对于这场战役的最关键时刻 不论是史籍 还是多桑蒙古史 又或者是后来人写的草原帝国 以及其他英文资料 都是寥寥数语 不过好在我们前面做了大量的铺垫 所以我争取在这些有限的资料里 给大家找出最后的答案 这是一场势军力敌的决斗 双方各有一万多人 按照史书里的记载 蒙古人参战的是两个万人队 当然都是不满员的了 外加500名亚美尼亚重骑兵 那么蒙古人的军事装备 当时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无论是通过古老的诗歌 还是近代军事学家的分析 我们基本上能得出一个结论 蒙古骑兵和辽军的骑兵非常类似 受限于蒙古马的负重能力 战马只能使用皮甲 士兵的防护也以皮甲为主 铁甲为辅 而他们的同盟军亚美尼亚重骑兵 装备和十字军类似 戴的是铁筒盔 穿的是锁子甲 用的是重型骑毛和双手剑 还有鸳盾 至于马穆鲁克骑兵的装备情况 前面我们已经长篇累读地介绍过 他们的发展过程 知道他们到了这个时候 轻骑兵骑速度极快的阿拉伯马 身穿锁子甲 以骑射为主 近战武器主要是阿拉伯弯刀和轻质皮顿 基本上就相当于精军的拐子马 重骑兵骑的是印度绝尔马 里面穿的是锁子甲 外面再披一层 有冷断的钢板制成的炸甲 战马一般劈的是锁子甲 部分使用炸甲 防护水平甚至高于精军的铁浮屠 他们的武器主要是重型骑毛和多棱丁锤 那么这场战斗是怎么开始的呢 几乎所有的资料都一致认为 蒙古人最先发动了进攻 攻打马穆鲁克军队的作用 虽然蒙古人一般不和对方硬碰硬 但是真到了拼命的时候 他们也绝不含糊 在看来一个无计可施的状况下 他们依然耍出了花招 表现出了极高的指挥水平 一上来就打了马穆鲁克们一个措手不及 切地不花出人意料地把亚美尼亚 重骑兵安排在了自己的右翼 由他们先发制人地发动了冲锋 由于埃及人把重骑兵放在了中央 两翼都是青骑兵 所以蒙古人差一点上眼 鲍德温四世 攻打萨拉丁战役的情景 马穆鲁克的左翼瞬间崩溃 胜利女神又开始对蒙古人微笑 按照《多桑蒙古史》里的说法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刻 埃及苏丹古图斯突然摘下了自己的头盔 对着自己的军队大喊三声 安拉勤保佑你的臣子古图兹战胜蒙蒙古人 然后不顾自己已经失去了彻翼保护 直接率领重骑兵向对方的中央阵线发动了冲锋 而蒙古人也不示弱 切地不花指挥自己的重骑兵和敌人对冲 随后双方陷入了混战 按照史书里的记载 双方都极其应勇 奋力拼杀 没有人后退一步 但是很快蒙古人就落了下风 首先平均身高1米55的印度绝尔马 比平均身高不足1米3左右的蒙古马 高出了将近25厘米 所以在近战中 马穆鲁克可以居高零下地攻击蒙古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其次在武器方面 蒙古人的钢枪和环刀 都没有办法刺穿或者劈开马穆鲁克们的铠甲 只有狼牙棒能勉强发挥一点作用 而马穆鲁克使用的重型骑毛 可以轻松地刺穿蒙古人的皮甲 他们使用的多棱钉锤 毫不意外地会砸碎蒙古人的皮顿 蒙古人尽管无比应用 但是他们无法伤害他们的敌人 只能被他们的敌人所伤害 肉搏战很快就变成了单向屠杀 本来已经被打散的马穆鲁克左翼 这个时候又重新聚集起来 他们利用阿拉伯马速度奇快的特点 绕着亚美尼亚重骑兵射箭 把他们的战马纷纷射倒 然后不再理会这些坠落在地上的基督徒 直接冲向了蒙古军右翼 很快就和蒙古轻骑兵展开了对战 这个时候双方全线都发动了冲锋 全都绞杀在了一起 虽然都是轻骑兵 但是马穆鲁克是穿了锁子甲的 蒙古人是没穿甲的 阿拉伯马也高出了蒙古马十多厘米 由于双方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 武艺相差不大 所以埃及人拥有的那一点点优势 最后就变成了碾压式的差距 最后的结果 蒙古人全军覆没 这是一场真爷们之间的对决 没有懦夫 窃得不花战败被俘后 也没有露出一丝惬意 他对埃及苏丹古兔兹说 战胜的人不要太得意 我的主人会为我来报仇的 你的末日不远了 随后他被古兔兹砍掉了脑袋 我们这场关公战秦琼的大戏 也终于有了结果 那就是在火器出现以前 没有人是铁浮屠和拐子马的对手 蒙古人也不例外 有人会说 这会不会是一个孤正吗 事实上 蒙古人接下来又和埃及的马穆鲁克打了几仗 几乎都是蒙古军大败 1277年4月 在今天土耳其的埃尔比斯坦 马穆鲁克军团击败了一支一万四千人的蒙古军团 蒙古军统帅突呼和突达温阵亡 蒙古军大多被击毙 1280年9月 一支蒙古侦察分队袭扰埃及控制下的叙利亚阿勒坡城 第二年阿巴哈汉委任宗王芒哥 铁木尔统帅五万蒙古军 并在三万小亚美尼亚人 格鲁吉亚人 以及波赫蒙德七世的法兰西人协助下 浩浩荡荡进军叙利亚 和拜尔斯的继任者盖拉温率领的八万穆斯林联军 在今天叙利亚的霍姆斯附近展开决战 史称第二次霍姆斯战役 蒙古联军再次大败 1301年3月 五万蒙古大军在苏法尔草原 又被埃及人击败 几乎全军覆没 在蒙古人和埃及人的多次交手中 仅仅只有1299年 蒙古人勉强占了上风 伊利汉国的和赞汉率领九万蒙古骑兵 在叙利亚的霍姆斯 包围了埃及苏丹奈腿尔率领的两万马穆鲁克骑兵 但是蒙古人依然没能将对方全歼 马穆鲁克在付出了几千人阵亡的代价后 突破了蒙古人的包围圈 逃回了埃及 答案现在已经揭晓 看了这么多的故事以后 到了敲黑板总结的时间了 我相信我已经给大家得出了一个反常识的结论 那就是一个文明崛起的根本原因 靠的是军事技术的领先 而不是什么政治制度的创新 女真人先灭了辽 又灭了大宋 蒙古人打遍了全世界 靠的都是最原始的部落制度 他们的成功全都是靠的一匹好马 黑龙将马能让女真人创造出防护超强的铁浮屠 蒙古马能让蒙古人摆脱后勤依赖 获得无与伦比的机动性优势 这些都和制度无关 纯属军事技术跨越性的创新 而骑士制度能够代替罗马的共和制 埃及的奴隶军 靠着国际贸易带来的金钱 发展出了无比强大的骑兵 最后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中间 他们能生存下来 也是在无数次战争的选择中 优胜劣汰的结果 所以文明的兴衰 本质上是战争催生的结果 任何一种制度 都有可能产生军事技术的飞跃 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 并没有优劣之分 而且我还要给大家再提出一个更反常识的结论 那就是人类到目前为止 进化出来的所有政治制度 都有一个生命周期 都会生老病死 等到条件合适的时候 它们又会再次出现 重新开始轮回 极权制度一定会死 是因为它有一个死亡基因 虽然它有很多优点 比如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它的领导人也会更有远见 这些都是其他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 它一定会走向腐败 然后它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 如果对腐败放任不管 腐败就会拖垮整个国家 如果要制止腐败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就要不断地发明各种保鲜技术 建立越来越多的监督机构 而这些机构也需要监督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机生蛋和蛋生机 所以它一定会无限制地膨胀下去 变成国家机体上的癌症 而这些机构都是有成本的 所以它们也会争夺养分 因此最终也一定会压垮国家的财政 导致机体死亡 我在前面通过北宋讲过这个道理 民主制度也一定会死 同样因为它也有一个死亡基因 拥有选举权的公民 一定会为自己争取越来越多的权利 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走向高福利社会 让社会成本贵的金元 最终压垮整个财政 搞死整个国家 我在前面通过罗马的例子讲了 民主制度存在的先决条件 就是必须有能力从外人那里抢钱 抢奴隶 抢地盘 只有用这些不义之财来搞福利 大家才会好说好商量 可是如果一个国家太能干 把周围的人全都抢完了 发不了战争财了 这时候你要逼着大家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来搞福利 让钱多的人养钱少吧 那大家分分钟就会和你翻脸 罗马后期之所以走向了帝制 是因为它的财政来源发生了变化 从对外掠夺变成了对内好取 而从自己人手上捣钱的 只有极权制度才能搞得定 因此民主制度能够存在多久 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在多长的时间里 干好强到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所以一切制度的核心问题 其实都是一个钱的问题 钱是怎么来的 就决定了这个社会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 从自己内部搞钱的 最后一定会发展成极权制度 能从外部搞到钱的 大概率都会演化成民主制度 如果它不演化成民主制度 它很快也会完蛋 不要急着和我辩论 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 用很多的历史故事 来给你证明我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人胜不了天 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 就像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 虽然讨论的是关于马的问题 而且证明了凡是不能获得充足的战马 不能获得更好的马种的文明 最后无一例外的都被灭亡了 但本质上 我是在告诉大家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不管你多喜欢哪种制度 也不管它的逼格有多高 对人民有多好 但是造物主不在乎这些 历史自有一把大剪刀 它会把所有不合适宜的全都咔嚓掉 理解了这一点 你就很容易弄清今天的世界 为什么欧美一定会是民主国家 俄罗斯一定会走向极权 埃及为什么一搞民主 国家就会发生内乱 而军政府一上台 社会马上就稳定了 同样你也就能想明白 为什么南美有那么一大堆失败国家 而韩国和台湾 没有经过激烈的革命 竟然也能从专制制度突然变成了民主的典范 那些搞砸了的国家 毫无例外的 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耗别人羊毛的能力 那些成功转型的 都是掌握了割别人韭菜的本事 在今天这个时代 抢劫的方式不仅仅是打打杀杀 靠技术领先或者金融垄断一样 可以收别人的智商税 读到这里 有人也许会提意见了 你仅仅只凭历史上这么小一段的进程 就得出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结论 你的根基够稳了 你能把你的理论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 而不出现例外吗 还有些人也许会问 假如说你的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这一切有解药吗 我们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吗 不急 让我们进入下一段有趣的历史 我们这次又会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